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多个原住民部族和团体举办不同的活动悼念受害者 温哥华的马斯奎姆原住民部落周一傍晚举行祈祷仪式 悼念上周在坎鲁普斯印第安人技术学校就职 发现的215名死男儿童和所有原住民技术学校的受害者 许多原住民在集会上表示 加拿大原住民儿童被强制送到技术学校 遭到虐待甚至莫名失踪和死亡的悲剧 一百多年来一直在一代代原住民身上上演 这段苦难历史必须被全面揭露 近10名华裔社区成员也应要参加悼念活动 有参加者表示 华裔社区尤其应该支持原住民的正义呼声 因为华裔先民来到加拿大之初一样备受歧视 是原住民社区热情接纳了他们 现在更应该一起反对系统性歧视 对原住民的这样的过去的黑暗的历史 不仅对原住民 我们知道对华裔 对印度裔 对日裔都有过 那现在对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社会上的歧视 我们说系统性歧视 不仅对原住民有 仍然是对华裔 对亚裔 还有对其他的少数族裔 仍然是有 太平洋地区原住民妇女联会等团体 在温哥华市中心的温哥华美术馆门外 摆放了215双铜鞋 代表坎鲁普斯印第安人技术学校 发现的215名 之前未被记录的死那儿童 经过的行人纷纷驻足默哀 有前来哀悼的原住民女性表示 不仅技术学校存在虐待和死亡 还有许多像她一样的原住民孩子 被从父母身边带走 被送到寄养家庭 同样受到虐待和折磨 凤凰卫视 第八届BC玉时节因受新冠疫情影响 改为在线上举办 BC省议员 社区领袖 以及广大玉石爱好者 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 共同庆祝BC玉时节 BC玉时节发起人 加拿大BC省华商会执行会长 钟能辉表示 充分开发BC玉时资源 不仅能促进经济与就业发展 还能够帮助民众养生保健 BC玉它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以及铁 它是非常利于我们养生保健产品的开发 第八届BC玉时节 组委会荣誉主席 全家客蜀联议会常务副会长 范左言指出 BC玉时节增进了中加经贸合作 搭建了东西方域文化交流的平台 同中国促进中加贸易一个发展 我们希望技术坚持下去 列主文是以袁欧泽光 亲临活动直播现场 呼吁更多民众支持BC玉时节 向世界推广BC玉时 我们能把这个最美好的BC的机缘 跟全世界来分享 把这个东西能介绍给 国际爱好玉的所有的人士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支持这个活动是很需要的 活动的最后进行了BC玉时拍卖 并以幸运抽奖的方式 向参与线上活动的人士 送出了精美的BC玉时 凤凰卫视苏惠文 一鸣江温哥华报道 为应对开院以来日益增长的客流量 好莱坞环球影城近期是计划招聘于2000人 所涉及的职位涵盖全职兼职 以及季节性员工等各个领域 工作岗位是包括旅游景点 游客关系 园区服务 零售等各个类别 更多详情请可访问网站 ushjobs.com 此外环球影城还提供一系列的 专业性的职位招聘 包括金融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 以及环境健康和安全等领域 更多详情请可访问网站 ubcuniccareer.com 休息一下 回来告诉您更多 来看一组最后快选 近日一名黑人男子在曼哈顿一家餐馆外 对一名亚裔女子进行暴力袭击后被捕 事件发生在曼哈顿中国城白野街 据事发地附近的监控画面显示 当天傍晚6点多 这名受害女性在路上正常行走 却被嫌犯突然拦住并击中脸部 受害者随即向后摔倒在人行道上 事发地附近有多间餐馆 这名女性得到多名正在就餐时刻的关照 她之后被送往医院 情况稳定 48岁的嫌犯亚历山大赖特当场落榜 随即被送往医院评估心理状况 根据纽约市警察局表示 赖特目前被控仇恨犯罪 非法袭击等多项罪名 莫德纳于周二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寻求全面批准其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该许可证将允许其直接向消费者销售疫苗 莫德纳疫苗需要间隔四周注射两剂 预防新冠的效率超过90% 在接种第二剂疫苗的6个月后 预防重症的效率超过95% 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汇编的数据显示 全美已经接种了超1亿剂莫德纳疫苗 若获得完全的批准 莫德纳将可以直接面向消费者售卖其新冠疫苗 并自定价格 它还允许疫苗在疫情结束 美国不再被认为处于紧急状态时 继续在市场上销售 辉瑞公司上个月也表示 正在为其用于16岁级以上人群的新冠疫苗 寻求FDA完全批准 根据运输安全管理局于周二公布的一份最新数据表明 航空出行人次达到疫情以来的最高峰 这是经济复苏以及消费者信心回升的又一个强劲信号 运输安全管理局数据显示 国商日长周末期间 平均每天航空安检人数达178万 其中上周五人次达196万 刷新疫情以来的最高数字 这一出行人数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6倍 不过仍然比2019年的国商日长周末水平低22% 增长的出行人数提高了旅行的价格 包括机票、酒店、租车价格都在上升 运输安全管理局数据公布后 航空股股价周二大涨 美国航空美联行股票涨幅均超2% 拉斯维加斯于6月1日迎来全面重开 昨日深夜不少游客已经迫不及待上街庆祝 拉斯维加斯宣布于今天开始 俱乐部、餐馆、商店等娱乐场所 可以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接待顾客 营业时间也完全恢复正常 已经接种新冠疫苗者除了部分特定场合外 都无需继续佩戴口罩 商业运营都可以回到疫情前的状态 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因为工作人员疫苗接种率达80% 此前已经完全重开 拉斯维加斯这一行动 也是目前全美规模最大的全面重开 不过拉斯维加斯也表示 商家有权实施自己的防疫措施 如果住院率攀升 限制措施也会重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向法院提出 对腾讯提出民事公益诉讼 中心指出腾讯的王者荣耀游戏 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增加未成年人的臣民风险 同时商场充值和抽奖模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因此向法院提起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是全国首例由社会组织提起的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香港一号宣布将定立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则 以落实手机电话卡实名登记制度 香港特区政府6月1号公布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以通过决议 定立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则 以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 有关规例将于6月4日刊线 预计6月9日提交立法会审议 计划最快于9月1日生效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 实名登记制能够防止和协助侦查 涉及使用电话处置卡的罪案 保障及健全电讯服务及通讯网络的安全 台湾的新冠疫苗严重不足 民间团体想自费购买疫苗 但蔡政府却设下八大条件 蔡政府目前配置的疫苗仅供高风险工作人员施打 疫苗数量不足 民间需求大增之下 民间团体和企业 包含佛光山和鸿海集团都表态能捐赠疫苗 其中鸿海集团已在1号递交资料 预计申请500万剂辉瑞疫苗书台 而佛光山则表示 2号将和药商探讨相关事宜 预计在周三向药厂洽谈 包含可能出货疫苗的数量和时间 规划捐赠至少20万剂美国强生疫苗 疯狂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华尔街股票市场 在星期二的走出状况 星期二三大指数早逝是跳高开出 投资人看好 现在疫苗普遍接种 疫情是有受控的趋势 又是夏季到来 消费者可能会普遍的旅游户外活动 将会有助于经济的增长 但是随后又忧虑通货膨胀的上升 所以不敢在市场中久留 那么呈现了获利回朵抛压 收盘式三大指数 这是涨跌互现的格局作手 在星期二表现比较优异的一些个股 首先是航空相关的类股 美国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 升幅都是超过2% 因为消息传出 从星期五到星期一这个长周末 每天安检登机人数是178万人 所以投资人分地追捧 这些航空相关的类股 另外邮轮类股也是相对看好 波音飞机公司也在星期二表现量力 主要是投资人提高 波音飞机公司的评级 认为长远前景看好 所以成为道指当中 升幅最好的一个个股 升幅达到3% 投资人也关注的是 石油价格呈现上升的迹象 在盘中的时候 纽约上面期交所 石油价格上探68美元 一桶这个价位 但是收盘时 升幅有所收窄 只是上升2.4% 是67.93一桶作收 另外美国的娱乐相关的公司 AMC影剧院股 是有消息传出新投资人入股 所以在星期二上升22.76% 是32.04一股收盘 黄金价格小步下降 0.18% 是19001.8毛钱一盎司作收 时间长的收益率变动不大 为1.608% 以上是星期二情况 凤凰卫视旁哲 纽约报道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最后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 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您想请登陆iPhone Ye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凤凤凰美洲新闻邮 美国苏式药业联合赞助播出